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必须不断夺取身体 否则就会腐烂的故事,命运改变者 今天的主角是个靠夺取别人身体才能存活的怪物 男主每隔几天就要换取一个身体,否则就会腐烂 同时,他也会获取被夺取人的声音、习惯与记忆 他是永生的,但也是孤独的 但重要的是,他知道爱的存在 可是,得到爱的永远是别人 而给予爱的也永远是别人 有一天,他迎来了命运的改变 他这次夺取了一个女人,艾米丽的身体 艾米丽有一个丈夫,因为她外出处理以前的尸体处理得太久 引起了艾米丽丈夫的怀疑 丈夫因为担心而报了警 看到艾米丽回来,她准备通知警察 男主害怕事情暴露,情急之下用刀杀死了丈夫 可是没过多久,艾米丽的身体开始腐烂 于是她点了外卖,准备夺取外卖小哥的身体 但没想到的是,上门的是丈夫之前叫的警察 男主将计就计,夺取了警察的身体 并撒上汽油,放了把火烧掉房子 就在这个时候,外卖小哥上门了 男主也不理会他,开着车就逃离了现场 外卖小哥随即报了警 很快,这具身体就被警方给盯上 所以他现在必须赶紧换一个身体 男主辗转了这么久,也懂得了一些技能 他学会了用止痛片可以延缓腐烂 但换新身体必须要救身体腐烂才行 所以他吸食毒品加快了腐烂的速度 随后他来到一个酒吧寻找新目标 在那里他发现了女主 两个人很快就干柴烈火起来 当他们在小巷子里心热时 男主却突然感觉到身体正在腐烂 他害怕自己伤害到女主 于是吓走了他 很快他就寻找到新目标 附身在了一个大叔身上 这个大叔是个牙科医生 原本有美丽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却又为了图新线 看上了自己的下属长发女 男主利用这具身体 去到遇见女主的酒吧 果然在那里看见了女主 两个人开始攀谈起来 男主得知了女主的悲惨身世 原来女主的儿子三岁就因病去世 丈夫也突然人间蒸发 年轻美丽的他孤独又无助 男主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保护欲 但很快他发现大叔的身体要腐烂了 他立马打电话给大叔的下属长发女 然后占据了他的身体 并将尸体运去了农场处理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再次被发现 回到城中后 他再次去酒吧找女主 女人和女人总是聊得比较来 他这次成功地得到了女主的名片 欣喜的同时 他也看到新闻里正在播报着 农场的尸体已经被发现 不得已 男主只好准备换身体 他这次想夺取一个寸头男的身体 没想到失手将寸头男给杀死 刚准备逃离现场 却又被一个老太太给目击 他一路躲避警察的追击 在一间小屋里将就睡了一晚 第二天他发现 长发女的身体也开始腐烂 在有限的时间里 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去见女主 于是他拿着女主给他的名片找了过去 却发现女主和一个胡子大哥在一起 于是他夺取了胡子哥的身体 并约女主来家里一起度过 之后他在处理尸体时 发现了一个美丽的湖泊 于是带着女主到那里去游玩 女主沉浸在和爱人的喜悦里 却不知道他们身后隐藏的尸体 就这样许多天过去了 男主仅凭着吃纸痛骗度日 但他知道他的时光所剩无几 而女主也看到了新闻里播报的农场残骸事件 表现出十分害怕的神情 男主则抱着他说会保护他 他思考了很多 到底要怎样才能保护心爱的女人 很快他发现胡子哥的身体也腐烂了 但他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害人 他要告诉女主所有真相 他告诉女主自己已经活了七十几年了 并告诉女主自己曾夺取了多个人的身体 去接近他 女主成为了唯一一个知道他秘密的人 同时也知道了自己丈夫的突然失踪 是因为被男主夺取了身体 面对这样一个人 女主没办法保持理智 他害怕了 他只想让这个怪物远离自己 于是他掏出了电棒和小刀 狠狠地击向了男主 情急之下 男主抓住了他的双手 却不小心夺取了女主的身体 看着被自己害死的爱人 男主失声痛哭 他不是故意伤害女主 但从此 酒吧再也没有那个金发女郎的身影 最后 男主一直活在了女主的身体里 一直到身体完全腐烂 他本以为会就此结束自己这悲惨的一生 然而身体完全腐烂后 却露出了他原本的面目 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头 没人告诉他永生是这么痛苦 也没人告诉他爱一个人是这么痛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见